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和最近国内一部比较热播的电视剧有关的 那它的名字叫做我是真的爱你 那这部电视剧主要是围绕着三个不同性格不同身份的女性所展开的一个故事 那第一个女性呢她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 但是她是个丁可族就是不打算生孩子的女性 那第二个呢就是有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一个小宝宝后来呢又怀了二胎的一个全职妈妈 那第三个呢就是对事业非常的热爱 单身应用生好孩子之后呢 由于受到肠后抑郁症困扰的一个妈妈 那对于这部电视剧呢评论呢有好有坏 我们今天聊的呢不是这部电视剧的本身 而是对于其中发生的一个故事情节呢 让我有些感触 所以说呢想和你们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 我的一些真实的想法 那如果感兴趣的话请继续收看吧 那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情节 让我有如此感受呢 就是作为事业型女性兼丁克族的女主呢 她因为要推广她们公司的一个母婴产品 所以说她进行了一些大量资料的搜索啊 还有社会上的一些调查 她发现了我们的职场妈妈 在她们眼中她们最讨厌最厌恶的敌人是谁呢 不是她们的家人不是婆婆公公 也不是什么亲朋好友 她们最讨厌的一个敌人呢 竟然就是全职妈妈 所以说她想利用这个热点呢 举行一场全职妈妈和职场妈妈的辩论赛 然后呢让大家看清这个现实 所以说呢来推作为一个热点 来推广她们公司的这款母婴产品 那我们姑且呢不讨论这个观点 或者说这个现象到底是不是真的 或者这个观点到底是不是对 我们今天呢想讨论就是 因为她当中提出两个身份 一个是职场妈妈 一个是全职妈妈 那我呢自己本身呢 又同时呢经历过这两个身份 所以说呢 这个点呢让我非常有感触 所以说呢我想和大家去聊一聊 全职妈妈和职场妈妈 她们到底有哪些优缺点 或者她们在就是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会遇到些什么困难 或者她们有一些什么话想对大家说的 那请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同时呢也非常欢迎 视频前呢你如果说观看过这部电视剧 你对于职场妈妈和全职妈妈 到底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呢 欢迎留言分享哦 好那首先呢我将会从 在我没有宝宝之前 我没有当妈妈之前 我对于职场妈妈和全职妈妈的一个认识吧 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没当妈妈的时候呢 我觉得全职妈妈呢 就是一天二十小时在家带娃 非常的轻松 就只要管好娃 这个人就可以了 那她可能还有其他很多时间 可以自娱自乐啊 或者是去逛街啊 什么买东西什么的 但是呢职场妈妈就不一样 职场妈妈她又要顾娃 又要顾工作 两面都要顾全 所以说呢非常的忙 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我理所当然的认为 职场妈妈一定会比全职妈妈 要辛苦的多的多 这是我在没有当妈妈之前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认识 然后呢我想分享一下 当我当了妈妈之后 同时呢经历过这两个角色 全职妈妈和职场妈妈之后 对她们的一个认识吧 就是我觉得不管是职场妈妈 还是全职妈妈 她们都同样的辛苦 同样的需要学习些东西 去做一些努力 然后呢做好她们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扮演 所以说呢有时候甚至在某些程度上 某些方面呢 全职妈妈要比职场妈妈呢 更辛苦 更难熬 那大家看一下我上面这两个 不同阶段会有两个不同的认识 下面就通过一些例子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认识的转变 就是具体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全职妈妈到底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那职场妈妈又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她们会失去什么 她们又会拥有什么 大家来看一下吧 那首先说一下全职妈妈的优点 那就是无时无刻发现宝宝的一些小成长 宝宝的一些变化 然后呢可以通过相机啊 手机啊进行一些记录 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个妈妈感到非常快乐的时刻 那就是宝宝呢有时候向你撒娇 马上就扑过来 妈妈抱抱 妈妈什么什么 蜻蜓妈妈什么什么的 就会感到非常非常开心 宝宝的踏出的第一步走路啊 宝宝说的第一句话啊 妈妈都可以在旁边陪伴 我相信这应该是非常幸福 非常快乐的时刻 那如果说作为全职妈妈的缺点是什么呢 那同样也是24小时陪伴宝宝 要忍受宝宝的一些无理取闹哭闹啊 有时候宝宝不吃饭啊 出于叛逆期啊 妈妈都要100%的接受承受 所以说呢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但是快乐并痛苦着 相信每个做妈妈的都有同样的感受吧 那作为全职妈妈 还有个比较明显的缺点 也是我从全职妈妈 转变为职场妈妈之后感受到的一个点 那就是你会发现 你和这个社会会会有一些脱轨的一个感受 就是我从全职妈妈转过为职场妈妈 然后开始每天上班 我觉得就是说跟不上这个节奏 不管是你上班路上看到周围的一些人的一个 走得很快的一些节奏 还是你在上班的时候 过程上适应这个工作的一个节奏 是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的 所以说呢在这个适应过程上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脱轨的一个感受 但是呢这个只要通过自己的慢慢调节呢 一切都会变好的 那下面说一下职场妈妈的一些有缺点吧 那相信有过孩子的家庭的家长们呢 一定会听过这样一句比较经典的话 那就是带娃和上班相比 上班简直就是天堂 真的没有错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不夸张 就是尤其像我们这种 就是带过娃 然后再去上班的就会觉得 上班真的好轻松啊 那些压力啊什么 都不给予宝宝的一些吵闹来的厉害 所以说呢 这简直是天堂 但是呢真的上了班的时候 你会觉得宝宝不在旁边吵闹 反而还有一些寂寞 还有一些孤单 还有一些想宝宝 这可能妈妈可能感觉的比较多一点吧 那这个呢可能就直上妈妈的一个优点吧 就是说她不必24小时都被宝宝吵着 感到这种压力 可以呢在上班的时候呢 享受一下上班的过程 然后呢回到家里呢 才忍受宝宝的一些哭闹等等 那当然也会同时享受宝宝的一些欢乐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作为职场妈妈 她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她和全职妈妈 就是一个有个对比吧 就是不能够24小时陪在宝宝身边 所以说宝宝的一些小变化 她可能不能够及时看到 那有些忙的妈妈们 她可能下了班之后呢 还需要工作 或者因为什么原因加班的话呢 可能晚上呢都不能够陪宝宝 可能顶多呢 睡觉时间 哄宝宝睡觉 一花花的时间 但是呢 我们应该珍惜这个短短的时间 那其他时间呢 就可能就是你见不到宝宝 她的一些成长了 这个呢 你需要就是说 通过其他一些方式 来继续观察 看看宝宝的照片啊 看看宝宝的录像啊 等等 所以说呢 总归是有办法的 好 最后呢 让我们回到前面一个问题 就是 职场妈妈眼中最大的敌人 到底是不是全职妈妈呢 那答案呢 当然不是的了 尤其像我这种 同时扮演过这两个角色的 我呢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感受到 这两个角色的优缺点 所以说呢 不管你现在是职场妈妈 还是全职妈妈 相信呢 你一定非常努力的 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那如果说将来 你有一个角色的转换呢 相信呢 你也会非常好的 去进行一个过渡 所以说呢 每个妈妈都是非常伟大的 大家加油哦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也欢迎大家留言 分享你们心目中 全职妈妈 还有职场妈妈的一些 感受和感想 好 那如果喜欢 今天的视频内容 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那我的视频呢 会去分享更多 有趣使用的 我在日本生活的 所见所闻所感 还有我的育儿生活 还有呢 我们家宝宝 在保育园生活的 一个情况 偶尔呢 会有毫无分享 穿搭分享 还有呢 我的非常实用有趣的 日语学小歌堂哦 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风格 记得订阅哦 好 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 每天好进行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